嘿,我是阿图,K212汉语教学五年有余的汉教新人 先推荐最紧新发现的宝藏汉教YouTuber Lucy loves teaching美国中文沉浸 Lucy是一个对教学非常有热情和想法的美国中文沉浸式学校的老师 她说话幽默,内容都是大干货,适合K26线上线下教学的老师们 虽然视频平均时长15分钟,但是她的视频很上头 从一开始看就很难停下来 Lucy说她想做全网最好的中文教师博主 我相信她持续更新的高质量内容一定可以吸引 并影响更多由教学们想的老师们 真心祝福她 我经常分享优质的教学内容创作者和他们的频道 因此被有些平台视为恶意领导或者疑似没有报备的商务合作 我必须要说,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过任何产品推广或者频道推广的合作费用 全部内容纯属个人推荐 唯一的小心愿就是,如果觉得我的分享还不错 请点赞评论转发 完整版视频请一步左上角选应 除了小红书以外的其他平台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明明知道自己的教学存在很多问题 但就是不知道问题具体出在哪里 即使知道问题的源头,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通过学习实践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老师们交流以后 总结了两套是和我自己的汉语教师纠错大权 分为老外学生片和华人学生片 这些小tips时刻提醒我 现在所有的习以为常和应对自如都是从不知所措和手忙脚乱开始的 上课没有头绪,面对学生没有自信的老师们,共勉呀 本期视频包括两个部分,语言和内容 如果还有其他补充的内容请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完善汉语教师纠错大权吧 先来讲讲语言的部分 上课的时候我不能从第三视角看到自己上课的情况 但是通过观察学生们的反应 就可以像照镜子一样间接的看到自己的教学情况 我们讲一下语音语调,语气和语速 在高年级的班里我还是能够用正常的语音和语速说 同学们,好 毕竟大多数的高年级学生认为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子 更希望老师们用对待成年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但是面对低年级的小朋友们 我经常控制不住的用夸张的方式打招呼 同学们,好 同学们讲得过快,好,被过分强调 结果就是在每周半个小时的中文课上 很多孩子还没有习惯课前打招呼的方式 还处在老是说什么,他们就重复模仿什么的状态下 一个个努力的,极尽夸张的对我说 同学们好,面对一个个扬起的认真脸 我只觉得在这个彩色的世界中 我独自暗淡成黑白灰 顶着一个被自己丢的手雷炸开花的爆炸头 由此,我特别提醒自己三个要点 第一个,在闪卡教学的分享里提到的 高低声快慢速只适合个别的课堂活动 不适用于平常的课堂语言 太过夸张的语音语调会让学生们误以为 这些都是汉语的组成部分 甚至是华人的特殊说话方式 第二个,在语言教学中 不管是讲汉语还是学生的母语 都尽量比正常语速慢一点 有一个英语为母语的高三学生跟我说 他最不喜欢英语课 因为英语老师讲话太快,他听不懂 而且记笔记的速度也跟不上 第三,给零基础或者基础薄弱的非母语学生上课的时候 可以尝试每个一群之间有一个小小的停顿 比如我的书包是红色的 接下来讲第二个大板块 叫内容 第一个要讲讲主题的相关性 刚开始教课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为了活跃课堂气氛 达到寓教娱乐的目的 我每节课都设置三到四个游戏 甚至还预备着第五个游戏 为此我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大量的课堂活动 不管适不适合都照搬到课堂上 直到有一天,有个学生问我说 老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 但愿学习后的测评结果也可以反映出 看起来其乐融融的中文课堂 并没有让学生们达到预期的学习目标 为了保持主题和课堂活动的相关性 以及教学内容与测评的一致性 我提醒自己先明确教学内容和目标 再思考从哪些方面用什么方式来检测学习效果 接下来把教学内容和测评分配到学期和学年的计划里 最后设计具体的课堂活动 当然课堂活动也不等同于游戏 而是所有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和思考的活动 为了保持高度的主题相关性 我经常会在要不要教的泥沼里挣扎 比如说我准备教食物这个主题 仅仅是中式美食的地域划分和烹饪手法 就可以讲一整个学期 再加上用餐礼仪餐馆点菜 及到家常餐的做法 就可以再讲两个学期 这个时候我提醒自己 这是一堂语言课 也就是说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语言教学 所有的内容、授课方式、测评形式 都是为了达到语言教学的目的 这样一想就轻松多了 接下来几堂课着重教哪些词汇、句型 再学习哪些常用语和影视文化 最后选一个合适的主题来展开教学 这些可能更适合没有固定教材 也没有考试压力的老师们 第二个小点讲一讲内容量 还有难易程度 刚开始教课的时候 除了教学本身带来的紧张感以外 我最担心的是学生们学不到知识 我当时采用的补救方式是 增加学习内容的数量和难度 比如课程要求这个主题 学习20个词汇 我在必学词汇的基础上 衍生出三倍甚至更多的词汇 我也花很多时间编写课文 尽量在一篇课文里 填塞足够多的语法点和文化知识点 原本我以为只要自己肯花时间 对学生的要求够高 在课堂上不断强调长错题型 就能让学生们的基础知识扎实 运气好的话 他们还记得若干个课外内容 然后我就被现实狠狠地教育了一遍又一遍 不同年龄的学生 学习能力是有所差异的 哪怕是同一个年龄段的学生 也会因为基因和生活环境的差异 反映出截然不同的学习效果 不能想当然的认为 一年级的学生就应该知道一年有几个月 高二的学生就一定知道澳大利亚的首都在哪里 第二个 教学设计必须依照人的学习规律 在学习建议里我提到过 会全文背诵 不一定会课文填空 教学的过程一定不是把知识点一点不落地填塞到学生们的脑子里 而是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 引导学生完成每一个学习步骤 比如说记忆 理解 应用 分析 评价和创造 最后两点可以互换 这个是记忆Blooms Taxonomy 最后一点即便是讲学生母语 也要尽量用简单词和简单句 在给一对三四年级的姐弟做中文家教的时候 我说到Phenomena这个词 两个英文母语的孩子甚至都不能准确地重复这个单词 一旁的家长用英语给他们解释这个词的意思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K23的学校大课上 很多学生不能理解Trial Trace Quiz和Assessment的意思 接下来讲一下教学进度 我接触过的老师们 包括我自己 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地感进度 并且把这种着急的焦虑感 有意或无意地传达给学生们 这其中包括公派海外的中文志愿者老师 从经验中学老师转行的幼小全科老师 也包括在国内教了几十年语文 刚到海外教中文的老教师 有的学校给老师下达短期高校的成绩要求 有的家长和学生希望用最短的时间做最少的努力 还能有最大的进步 有的老师习惯于原先的学习和教学经历 总之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大家最终都在感进度 其实学生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敏感 很多学生在外语课堂上会持续或间接性地处于紧张的状态 老师在说什么 他让我们做什么 我做对了吗 老师表现出来的任何一个感进度的情绪或动作 比如高频率的看时间 指尖敲桌子 紧锁眉头等等 都很容易被学生们觉察到 这也会增加他们的紧张感 甚至造成压迫感 导致的结果是 有人胡乱完成任务 有人直接放弃努力 第二个 不必过分要求所有学生的学习进度完全统一 为了等一等接受程度弱的学生 又或者让高校完成作业的学生再做额外的难题 从学生的角度来说 是学习的动力还是惩罚呢 我采访过北京语言大学杨玉玲教授 非常认同他说的 好的老师要学会偷懒 门市教育 或者说门特梭利教育的教学理念里 也把老师比作导演 给演员们 也就是学生们 提供剧本和道具 引导他们去完成每一场戏 由于每个演员的理解能力和表演能力的不同 最终的成品也各具特色 第三 尽可能的跟学校家长和学生多沟通 语言学习区别于有正确答案的科目 不是短时间内恶补就能提高的技能 当然 我指的是语言本身的能力 而不是考试能力 如果学校和学生都指认考试分数 并且都愿意花时间 精力 为之奋斗的话 那就是another story了 我碰到的大多数学习者拿着分数说事儿 仅仅是因为他们只看得懂量化后的成绩单 如果给家长们说这个例子 可以让他们更直观的了解 分数很难与语言能力划等号 在教学方面要相信眼前这个老师的专业性 比如说一个中文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拿了70分 能说明他一点也没有进步吗 当然不能 而且这个学生还非常有可能一直在进步 因为年级更高 课程难度更大 这个学生必须更加努力才能掌握更多更难的技能 一年级的70分 跟六年级的70分 联系不大 最后做一个总结 第一个 说话尽量自然 语速稍微慢一些 注意一群间的小停顿 第二 所有课堂活动都服务于教学主题和目标 第三个 内容量与难度要符合学习规律 最后一个 刻意的感进度 非常容易事被公办 感谢看到最后 我们下期见 拜拜